他們在搜索以後查扣手機跟硬碟 在哪裡面的資料去編故事 9月2號 柯文哲指控檢方大動作搜索編故事 不忘提到硬碟 隨著裡頭神秘障策被起底 柯文哲也被發現 過去開口閉口就是USB 就連逛商圈都不忘採購 我給你揹一下這個 你這個可以穿空掛在脖子上嗎 可以 他後面有空 但是你要給我掛在脖子上嗎 好 2015年 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到三廠參訪 向來很計較前的柯市長 主動開口說要買東西 還很大手筆 在琳瑯滿目的3C商場裡選中這樣 掛在脖子上 你到哪裡就插進去 用那個操作 你資料全部 不見了怎麼辦 那個不見了 那一定要備份的啦 每隔幾段是一段時間備份 這要一千三百元 不會 不會 一千三百元不嫌貴 照樣買下去 不忘花能掛在脖子上太方便 確保重要資料不離身 畢竟一不小心忘了 還得麻煩太太陳佩琪 而陳佩琪過去接受專訪 也不忘抱怨家裡的老小孩 很常望東望西 動不動就說什麼他手機忘啦 或說什麼USB 今天要開會的資料忘了 就是還要去幫他 因為他有點匆忙 對老人家在家他已經習慣了這個東西 會需要記帳有一個可能 也許太多人給他 他需要做一個MEMBER 他可能記不起來 這個也是有可能 連被搜索都不忘提硬碟 柯文哲來不及格式化的USB 有沒有不能說的秘密 都在剪掉掌握之中 三首環城我們覺得太棒了